2022年10月31日是晚盛节 撞硬是恒生指数近十年来最恐怖的一天 总结10月传统股灾月 恒指大跌超过2500点 跌幅超过1成4 就是2008年10月份之后最大的单月跌幅 神奇的是 翌日恒生指数见底大反弹 如果早就知道它跌到晚4点便好了 懂得在之前走 见底又懂得买得回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话 技术分析这一集可能会帮到大家 又或者你已经懂得技术分析了 但是太多招数都不知道用哪招好 学得越多又越乱了 又或者你跟我伸手之前一样 明明朝朝都懂得用 倒转背都懂的 但是肯定是变不到钱落袋 还要输钱 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五个字而已 贵精不贵多 其实跟我们打篮球经常说一样 就是当你在练球的时候 个个都是All Star来的 当你落到球场 不要说五打五 一打一 都可能射击都不入 所以在技术分析来说 不需要那么复杂 要学就学勝率最高 最简单有效的 阴阳足 形态和技术指标 就算没有全部学了 都做到类似效果 2021年底 恒生指数 配合在23000点的圆来边 当时我也是查序说过 恒指跌穿通道的话 可以插到18000甚至16000点 后来这个位置真的有点反应 如果这集你能够没有skip 看到最后的话 你的技术应该提高了 并且你的策略可以开始形成一套组合权 欢迎大家打开张图在右手边 一起做功课 逐支逐支去对答案 技术分析是不需要全部都识 如果大家ready好的话 今天就上这一堂了 技术分析计正办 去吧 请大家到备好 警告不要skip来看 再来这一段先 刚刚接触股票投资的朋友 我知道一开完户打开 application 看到图表旁边有指标 移动平均线 形态选股策略等等这些 работы 你真的应该很想一样按 Open 去 让你试一试买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那么上 manipolo 没有系统 你又没有做过自己的way testing 升率就低 这样直接入市的话 新手的战场一定多一条死尸了 言归正传 我今集会和大家分享我最常用的 阴阳烛、形态和指标 全部我亲身做过Bed Testing 去无存清 有些胜酸做到70% 这是阴阳烛呢? 那就不用太多说了 未认识阴阳烛的朋友 详细可以看回这一集 新手教学什么是阴阳烛的 首先我自己的策略来说 无论买入和买出 大致上都分开两次 两次买两次卖 一次是转势 一次是趋势 可能见底见顶叫转势 趋势就是中断之前的走势 而阴阳烛对来说 就是其中一个转势的指标 一见到这个样子 你没得不做小小事 就未必需要 即时全面看好或者全面看淡 你能够叫做抢先或者偷步 做一些减持或者加注的行动 先讲一下利好阴阳烛的组合形态 如果你低位见到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会倾向看好后市 开始加注的 留意是开始看好后市 开始加注 第一 曙光错现如何认住它呢 在阴阳烛之后出现阳烛 而且阳烛要高于阴烛的烛身一半或者以上 反应买盘力度都算是充足的 有见底回升的味道 尤其是出现在低位的时候 例子就是这张图了 当时出现曙光初现之后后期就展开了一段升浪 第二 早晨之星 由三支竹早成 要成早去看的 第一支必须是阴烛 市场是很淡的 第二支可以阴可以阳的 但有停顿的味道 第三支就是大阳烛 而烛身的顶部高于第一支阴烛的烛身的一半 或者最好拉平 甚至超过 都是一种见底回升的迹象 例子就是这张图 第三支阳烛不只可以超过第一支烛身一半 还要超过了 这些情况有机会反映市场 当时在炒淡的消息 不单止完全蒸发了 甚至是变好了 那你的仓位不需要即时握烟 但你不能不开始加注 市场可能消化 或者开始消化之前利淡的消息 第三三个白武市 由三支大阳烛组成 好像一楼梯一样逐级而上 由头升到尾 通常是延续的升势 例子就是这个 当时出现了这一套阴阳烛形态之后 动力就非常强劲 一路直上 跌幅已经很快被修复了 而当然市一升 顺了的时候 大家都不记得顾意的 同样 市由好消息变成开始利淡的时候 你的仓不需要all out 你需要做的就是开始减持 还有将你短炒部分的曝光 开始调低就行了 我们讲讲利淡的形态组合 就是和以上的东西全部反转就行了 不过在高位出现这样 就会倾向看淡后市开始减持 第一 乌云盖顶 出现阳烛之后又有阴烛 并且阴烛收市的位置 几乎是接近全日的低位 而当日收市价 还要低过之前那只阳烛的烛身一本 意味着有机会见顶回落 尤其出现在顶位的时候 例子就是这个 第二 黄昏之星 同样由三支烛去组成 第一支必须是大阳烛 可能有好消息 再加一些裂口更帅 第二支同样是可阴可阳的 有声势放弘的味道 第三支就必定是大阴烛的 烛身底部都要低过第一支阳烛的至少一半 或者拉低一些提齐 甚至跌穿了那支阳烛 反应有机会见顶回落的了 例子出了两次黄昏之星之后 就一下车下去这张图 第三三非烛压 由三支大阴烛的组成 收市价要低过前一天三级以下 反应一浪低的浪意味着可能会持续下跌 例子有这张 当时大跌之前 顶部其实出了一个三非烛压 提示我们要走鬼 这张图跟大家总结了 刚才六款阴阳烛形态的例子 有需要可以随时停下CAP screen 其实阴阳烛形态总共有五十几款 我会用的阴阳烛形态总共有六对 这都是我二十年前做的backtesting结果 到今天他们阴阳烛对和错的比率和效率 是完全没有改变过的 可能会被阴阳烛形态的名字去吓撑的 其实都用来方便大家沟通的 本质来说我经常跟同学们说的 我们是靠阴阳烛形态去捕捉键底的锡 或者见顶的倒转锡 阴阳烛是帮我们了解市场想的什么 等于你去搭火车 什么时候哪一分钟要开车 你要懂得去列车平台的时间表体 准时报处开车或者停车的下 如果不明白的话不妨再重提一次 只是看阴阳烛形态未够的 因为我们未懂得分析趋势 趋势意思就代表可能是升浪的中段 或者跌浪的中段 可能我们再需要加注 或者再需要减注 如果用了这么久 都是参考形态分析的 第一是头肩底 由头和肩部所组成的 可以明显看到三个谷底出现 次序分别为左肩、头和右肩 好像一个人的上半身一样 如果升穿了就会有一个上行空间打开了 例子就是这张图 当时价格升穿了颈线 然后之后回测了 试回颈线一次 而价格最后也升了上去 升幅是跟形态的高度成1比1 利淡形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反转 我们叫做头肩顶 第二是W底的形态 通常出现在股价经过一波下跌之后 第一次反弹形成了第一个底 我们叫做第一只脚 然后回调多一次去到左脚附近 第二次反弹形成一只右脚 重点 很多人是很多人最心急的 出了右脚就立即去买的了 其实是要等到价格顺利突破 整个W底的颈线 并且还有一个回测 箱底形态才叫合格的 例如就是这张图 当时价格升穿了之后 可以用1比1量度升幅 如果跌穿颈线 因形态就失效了 而利淡形态就是用这个样子的反转 或者叫M头 或者双顶 突破颈线回测之后 就变成向下的趋势了 第三是多床底 多床底其实跟双底都类似的 只是多了几只脚而已 反映当时市场是需要用更长时间去整股 买卖双方角力太久了 一旦突破并且成功回测 去厕所前谷得久就要爆发了 形成一股强势上升力量 在这张图的例子里面有三只脚 突破回测之后都飞了上去 而反转就是这样的 刚才其中三个形态例子 都是说了整股然后突破的 共通点就不会偷布 一定要突破颈线回测 而回测之后 就可以假设股价就在楼上去运行 并且拿回颈线做止蝕 那你会问 不会止蝕的吗 不是突破了100%上升吗 我都想有100%上升的东西 我当时伸手就是这样想 在这怪这个不合适 怪自己不如人 怪不幸等等 好像下棋那样 最紧要我们做部署 你看措市止蝕空间是很小 你的颈线才刚刚升穿的 可能你止蝕位置只有3-8% 但是楼上1比1或者1比2形态的话 可能有10-20%升幅的 如果当胜算期望借高 那就要入市了 相反来说 当跌穿到形态的时候 下跌目标期望借高 你就要减持了 讲到技术指标 这一集都已经解释过了 所有的指标其实都是根据 价格和交易量这两个数据 去计算出来的数学公式 例子有这一对 所以很多人像我那样 都走火人魔的 这个又想用 那个又觉得不可以不用 最后搞到自己的图表就变成这样了 为了解答 哪个指标胜率最高 这一个大户散户都想知道的世纪问题 几年前我真的专门聘请了一部队 对着电脑日日夜夜做backtesting 去测试一下 临临种种的技术指标 看看哪个能够跑出 重点是 已经拍整个视频 跟大家开心分享了 结果发现 原来真的不适合复杂 坊间最常用的 相对强用指标RSI 和MACD或者叫MACD 再加上新手竞用的移动平均线 去大概看看价格 已经非常足够了 这三条片已经放在描述区了 大家可以乖乖地去报复 但是不要那么开心 我都挺肯定 如果你好像我当初那样 是一个技术分析的初歌 就算抬头贴满了这些猫子 或者记下所有内容 倒转背出来也好 都未必代表立即赢钱 甚至要继续输的 因为你只是学了直拳 勾拳 批担这些动作而已 没试着上场实战 到真的打起身的时候 不单只会呆了地站在那里 整合不到招数 还可能一踵被KO的了 最主要的两点 一你的招数要足够和有效率 我一生用的所有招数大概是25招左右 其他东西我一概都没有理解的 第二就是懂得用组合 就是了解自己 并且用一个组合拳 自己展出自己最有效的策略 如果大家想知道整个系统如何工作 或者可以找个mentor去继续训练自己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参加这个10年财务自由的课程 大家都不用急着的 因为我有一个一小时的免费 10年财务自由的工作方便给大家 一个小时的训练 希望透过这些工作方 终于知道在接下来 在哪方面重点的培训练自己 下面有QR Code 或者Description Box有个连结 可以免费报名的 投资有个终于了解 认真修改你的财富增值的方法 我相信十几年来 我教的研究部 每位分析员 或者大家上课的同学 我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实践了很多次了 但是刚刚看这集的新手 我想给大家一点点功课 我开始形成组合权的初刑 我以下会有一些实例 大家看清楚 有需要就开明将图在旁边 逐格逐格去做一个连结 以下我用恒生指数做例子 分享我怎样用技术分析 我其他没有碰到的波浪理论 和降影理论 我就不会用着 但是单纯我用到今集 教一些新手的形态分析 阴阳烛 都能够捕捉到的转世例子 那准备好了 开始了 查序55的时候 即是当时2021年12月的了 当时跟大家说到恒指跌穿通道的话 量度目标先看20,400 重点就是我上去升的 结果它跌穿的话 上到无用就立刻做防守的了 都查序56了 接着真的直插了 到了目标 还要穿20,000点的 当日未必是查序的 我们升级板再和大家提醒过 叫大家小心的了 穿了20,000点之后 我们使出另外一发布 就叫头肩顶 当头肩顶跌了的时候 量度目标我当你只是1比1 估计下一关也会落到18,000点 18,000点就会失手到16,000点 当时还是二字头的 16,000点是很难接受 觉得不会发生的 但是形态分析说会 你就要做减仓 或者曝光减少的动作 甚至进入全面对冲 最后大家知道结果 最低到了14,600点 如果没有一早见到线 或者做到准备 人们会怀疑人生 当你怀疑人生的时候 见底就呆了到不懂买入的了 顺便我忍不住了 顺带一提 当时是满足了ABC浪的C浪要求 去到C浪不单是讲反弹 可能有见底迹象的 无论如何 价格会先向上升 到恒生市上升到15,800点之后 我们就开始第一段吸货阶段 我们要知道车何时开 才一起上车 免得浪费时间 或者甚至要坐车 之后就一口气升出趋势线18,500 并且逐步加注 大家可以看查序笔记 或者去到升级版 去订阅每天我们所说的东西 当时买什么呢? 我们主要赢大钱都是约股和内房 就是那时的风眼位置 而当时入市也有评估过恒生指数的基本面 恒生指数跌足一年之后 PE只剩7.35倍 看过去30年历史 恒生指数三次PE去单位数 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2011年美国国债评级下调的时候 2018年炒作贸易战和内地经济放缘的时候 而当时恒生指数是开浮以来PE 尾以低的 当时内房和中概股的坏消息就出尽了 记住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一些东西便宜 都要看什么时候开车才是最重要的 而什么时候开车是技术分析 配合的话你的策略说服力就更加强了 说服谁呢? 说服自己啊! 技术分析主要是倾向统计学、图像学 透过图表曾经出现的形态 去尽量估计短期内会不会重复出现呢? 所以单凭技术分析只能估计到短期的走向 而且大众有时可能会过度反映情绪 导致股价和实际价值脱钩 这里我意思不只是低估 也是严重高估 我们过去三年已经试过两边了 所以执行力要非常果断 我的分享就是 如果能够做到惯性动作加果断止蝕的话 同样可以做到很好成绩的 但如果悠柔寡断不肯止蝕 就很容易赢一颗堂输间厂 输了钱还要不知怎样升级自己策略 同一个位一定会输多一次的 其实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是并重的 好像刚才我说到一位专业的篮球员 都要懂得基本功和比赛策略才行 大家记得了 了解技术分析 最起码不会被外界的情绪影响了 因为当你知道公司的价值是几千的时候 股价和实际价值脱钩 起码你心中已经有一把尺 是便宜准备买 是贵准备买 是两回事 之后再配入技术分析做出入市策略 看完车开才跳进去 车不开 现金坐在这里做其他事都可以 就可以大大提高时间和成本效益 其实是这样的 学完一个又一个 过度input但是没有output 或者学了一个就用死的一个 过度output就没有input了 有了技术分析出现 绝对不代表我们不用用脑就可以赚钱的 关于技术分析的慢点 在技术分析如何由旁门左道 变成投资胜利术 这一集跟大家讲过的了 这一集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就会更多人知道这类的投资理财教育 投资不是大学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